國民黨青壯派議員不滿不分區立委名單 修舊在中央黨部外靜坐抗議 希望吳主席能夠成為國民黨的主帥 幫我們打贏這場選戰 所以我們今天才住在這地方 我們沒有吃飽的撐著 愛之所以才要見之 我認為黨主席放在第14名 是最好的選擇 坦白講沒有別的選項 徐鴻廷的火氣從下午會議上就爆發 奮而離席 基層選擇葉劍 盼吳敦毅回心轉意 給國民黨中央看到真正的名義是什麼 讓國民黨中央看到民意和看到壓力 為什麼我們永遠要被人家指著鼻子罵說 你們國民黨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藍軍被罵到臭頭 因為吳敦毅自裂不分區立委 名次還很安全 排在第10名 第一名是警大教授葉玉蘭 依序曾明宗李桂敏 軍系退降吳思懷 前行政院發言人鄭立文 餘林水利系統林文睿 前立委邱毅排第8成了大黑馬 呼聲最高的謝龍介排在第11 意在衝高政黨票 但第12名很有爭議 救國團主任葛永光妻子車一進 神秘到連Google都找不到他的照片 外傳他是吳夫人蔡令儀的閨蜜 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須要面對自己的良心 因為我們都會在歷史上留下記錄 我想關於這個不分區的名單 不管是黨內黨外黨都有很多的意見 我相信中央黨部應該會非常重視這些意見 馬戲連戲都不滿意 吳敦毅主導的國民黨不分區名單 為藍營政黨票埋下自爆隱憂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我們今年也有認真